韩国也过双十一 不过他们的双十一跟单身狗和剁手节是没什么关系 他们11月11号这天叫做Bepelo Day 朋友恋人家人同事之间会互相赠送这种叫做派派乐的饼干 你们看它是不是特别像数字一 据说这个节日的起源是因为女学生特别希望自己的身材变得像Bepelo一样瘦瘦的 于是朋友之间就开始流行互相赠送这个Bepelo 后来就逐渐成为了韩国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 各大商场便利店都会摆出各种各样的Bepelo 上面还应有一些或有趣或暖心或者适合表白的话语 这句话我喜欢咱也整一盒来应应景吧 不过这玩意儿还是不适合多吃 小小一盒赶一顿饭的热量了